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没投票的话 可能视频发布以后 这个比赛结束还有几个小时吧 可能还有机会 地址我在那个B站动态里分享 分享过了 优酷的话 反正现在简介好像也看不见 所以优酷的观众可以转到B站这边来看 也没什么广告 那么上一期我们是完成了那个叫什么 就是摧毁这个雷神 锯神陨落 锯锤陨落那个任务 也可以获得这个提尔的一个贡品呢 过来呢就可以做一个提尔的这个万甲 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万甲 前期三级 然后各种属性斗甲 非常好 所以赶紧换上 然后刚才给儿子的弓箭也升了一级 因为拿到了这个斯瓦塔尔夫海姆的这个纯钢吧好像 这样的话这个纯钢也可以给儿子弓箭升一级 然后这边插的这个咒术插槽啊 我之前说是这个等级优先 但是呢 对于这个咒术的话 因为它对于等级提升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属性好的话 那么低级的也可以插上 刚才我就是把四级换成三级 然后这边给儿子这个狼的召唤升一级 狼的召唤还挺好用的 后期可以升满 一个是狼 一个是乌鸦 都非常好用 然后呢 这个老父亲的技能也升一下 这一期呢 我们主升这个晕眩系的 空手 盾牌的晕眩这个思路 升了这三个 然后这边儿子之前好像有一个没学的也补不上 然后差不多了 斧头的话 暂时后面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技能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段对话 好吧 好像这个Brock 在精灵国度曾经也发生过一毫厫的部分 你和披驱的地方说话 是什么 而卷上去杀人 而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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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情是 的是了 这是什么 那你都要打掌的 你们也想拒绝了 那你都打掌我的难度 你都打掌我的关系 你都打掌手的故事 把一人的记忆等了 你说它们要打掌 你再先尝试吧 我有一些问题 stranger 继续 好吧 好吧 好像Brock在精灵国度曾经也发生过一些愉快和不愉快的事 既然他不想说 我们就不听了 关于这个精灵 这个还是以后再说吧 矮人族的这个癞蛤蟆吃天鹅的故事 好 我们这边看到这个星星敌人 星星敌人是这个脚上冒火 他有一个这个迅速冲刺的这样一个技术 好 我们这个职业用心学的找使人 一个是盾牌冲撞 然后再是按住盾牌 这个加的这个晕眩值是非常高的 先顶一下 这招是吹飞 然后如果顶到墙上有大量晕眩值 儿子刚才帮我解围了 差点被打到 这个就是跑得快 其他没什么 所以说你还得反应稍微快点 要不然的话 这个很容易就突然到你面前看一刀 刚才生的这个儿子的技能也马上就用上 他在这个勒住敌人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这个敌人撞飞 儿子还会补刀 好 那么进来这个地方呢 可以看到上面有两个水晶 我们把它点亮以后 中间就会出现一个这个 时空裂隙 但是这个时空裂隙 现在千万别去摸 里面是两个巫妖 一个好像是六级 一个七级 我们现在才三级 等级差实在太厉害了 基本上都打不动 然后他打你的全都秒杀 所以说呢 建议大家还是至少到四级半吧 最好是五级再回来挑战 这样会比较轻松一点 三级而且都没到三点五级 实在太低了 现在我们的装等应该是三级 出头一点点 然后把这边的这个文件 文件看一下 赛德魔法 是巫妖这个之前 变成巫妖之前 应该也是沉迷于这个魔法的 沉迷于魔法的这个 魔法师 本来就是witch嘛 这边会遇到狼 我们直接顶碎第一个 等级低的 直接一斧头就冻住了 我们等那两只过来 然后来 送他们一个双巨人的狂暴 最后这个人头留给儿子 像这种冻住的敌人 把他打爆的话 也是算也是有这个功绩 也是有成就的 累积30个 最后也可以拿好多经验 4000多的经验 儿子想拿这个妈妈的骨灰 但是呢老爸拒绝了 中间这些赶路的 这一集我会快进的比较多 因为既没有台词 又没有什么 就只是纯粹的搜刮和赶路的话 就不是很有意思 好我们这次拿到了这个彩虹桥的这个石头 里面蕴含着精灵国度的光之魔法 那我们就可以亚弗海姆之光顶着这个黑暗吐息上了 但是这个过程实在太长了 居然走了这个大概40多秒 快一分钟了 所以我就快进了 可能会有点影响气氛 但是想看全举行的估计也都看过了 总之这段路非常非常长 这个应该是游戏制作当中 要么是为了独盘嘛 还是为了什么原因 为什么做那么长时间 他只是一个异象 我觉得就 就有那么一段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排那么长 走那么长时间 顶着那个锅 而且走得还挺慢 好完成了主线任务 也是有经验的哟 还不少 前期的话 一个是靠这个 想什么定强啊 这个兵打碎啊 这些功绩来换经验 后期的话经验会比较多 因为好多这个需要长年累月累积的那些经验 成就也都能达成 比如说杀多少个几十个什么敌人啊 还有说那个收集所有的叉叉叉叉叉 这些都是有经验的 所以后期经验会非常多 总的来说应该肯定够用的 但是前期会比较缺 然后呢 这边我们往回走 这个小土堆里面是个藏宝点 但是我们没拿藏宝图 所以说是拿不了 这个藏宝图在哪呢 在这个法复纳的储物间 就是那个矮人辛德利给的那个支线任务里面有 那我为什么不之前提前去拿一下呢 因为这个法复纳的储物间这个任务稍微有点难 现在三点几集过去打还是有点吃力的 有一些五级六级的怪 我们等到以后四级再过去打 反正这个山这个地方后面还会多次来 所以说这个刚才那个藏宝点以后再来也不要紧 第二块光之水银呢 就在隔壁的门口 但是我们进去之前就会刷敌人 让儿子提前预秒 像这个滑板鞋 这个踩着火冲刺的敌人 这叫封火轮 封火轮的敌人 一冲过来立马就晕了 这边的墙壁是可以定的 所以说如果你来不及射那个水晶 让他晕眩的话 这种清净敌人定墙也是没有问题 好 这边这个遇到了红色的这种水晶树脂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还打不开 但是这一集后期拿到的技能就可以把它打开 我们先把这个水晶给运回去 把这个谜给结了 虽然是巨人设的机关 但是却需要用到精灵族的魔法 这也是有点诡异 是不是说明这个 除了阿萨神族以外 其他的族都站在阿萨神族的对立面 其他都是一伙的 阿萨神族自成一派 可能战神的剧情会是这样 虽然在神话里并不完全是这样 这路 咚咚 喂呜 好这边出现人到隐藏门呢 我们进去就是这个山的内部了 刚才在山的外部 路上会有好多这种水晶 可以把它当这个火把点亮 然后点亮以后周围一般都会看到一些好东西 这个刚才说的一板就是说那个挂筒的那个牌子 上面有一个圆环 那个东西碰到光是会反光的 有点像我们那个汽车车牌的那种材料 光照上去就很亮 然后你就如果周围有这个光的话 这个桶子可能看不清楚 但是上面那个牌子 那个圆环肯定看得很清楚 它会反光 刚才拿到了呢 是新一套的这个三级的主线任务 能够拿的这个三级的装甲的第一套 是B甲 万甲 但是很明显没有我们提尔这个好 这就是值得做的支线任务 是吧 给的奖励非常好 难也不是很难 好这边遇到这个乌妖 我们来用一下这个新的魔法 猎尾坦波纹 非常好用 直接打到楼下去了 一发入魂 这个猎尾坦的波纹啊 主要用途是吹飞 然后就算不能吹飞呢 它的攻击力也还是可以的 主要是有的敌人啊 他这个 让你之前也说过 上次说过 就是蓄力的时间没有给你那么多 所以说你用那个外域重击 如果不蓄满的话 就有点亏 那么 像这种时候呢 你就要用这个猎尾坦的波纹 可以一发入魂 快速出招 快速收招 然后呢 冷却时间也不正常 刚才回头呢 打掉三个桶 然后这边还有只乌鸦 这一集我们一共会遇到三只乌鸦 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看到左边有一个这个字母的盘 就知道旁边又有这个命运女神宝箱了 然后右上去还有一个 我们打一下右边的这个 让他往右转一个 然后左边那个呢 地上那个不要动 好 这边又会遇到几个敌人 但是可以看到中间有块水晶 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 反应稍微慢了一点 没来将儿子射箭 然后你一举斧头 一举这个 一举这个这个瞄准的 一按瞄准的这个 他默认就会把 这个准星啊对准 相当于有点自动瞄准辅助的这种感觉 他就会退到最近的敌人身上 所以说你要瞄水晶的话 还要微调一下 这个胖子的话我们打出去就行 结果没掉下去了 掉到那个孤岛上 同时可以提示我们这有个宝箱 胖子好气 跳楼也不让人打死 我们顺便把楼下的水晶点一点 这边的水晶也点一点 儿子剑你不是可以穿墙的吗 这边不能穿 可能是因为他就前面有个水晶挡住 儿子的这个剑虽然可以穿墙 但是不能穿水晶 这边这个转盘呢 也是往右打一格 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背过板 所以说没问题 先到下面来开一开箱 这片区域呢 有不少可以收集的东西 这些棺材影呢 现在开出来的基本上 都是这个纯钢 斯瓦塔尔夫还没有纯钢 可以给儿子的弓箭升级 也可以给他做那个衣服 当然建议的话先升弓箭 衣服可以不着急 好我们把这个水晶给运上去 运上去的话 有一个文件可以看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命运三女神的宝箱已经冒烟了 热乎的可以开了 可以开了 点亮一下可以看到墙上这个R&B三个字嘛 本来是个搞音乐 好这边呢拿到一个雪米酒的号角 这样我们三个号角又可以长一段这个怒气槽 然后血和怒气槽都还有一次成长的机会 然后刚才那个水晶呢 我们留在那儿设个套 一切都是套路 被我版就是不一样 初见玩家哪有这么多套路 好我们走进这个门呢 就可以看到前面这个门是不是刷敌人 然后我们两发弓箭过去两个都晕了 你想手撕也可以 不过我这边刷一刷这个定强的成就 好那么这个用完的水晶呢 就可以放到对面去了 本来原意呢是让你扛着水晶到这边 然后一放上去 然后后面就刷各种刷敌 想套路我们可是不行 套路与反套路 这边这个文件呢讲了这个山的来源 最早的这个开发者 那么这片区域呢就探索差不多了 这边还有两个门 过来这边有一个是收藏品 工艺品 文物文物 这个我总是说错 因为每个游戏都有这种东西 但是每个游戏名字都不一样 收集物是他的通称 这边这个敌人他会复活 但是旁边有一面墙 所以他就很悲剧 这个蜘蛛王的材质 这个蜘蛛王的材质 好像吐槽 怎么像木板一样倒下去 他早知道你要做成这样 你贴图可以不用蜘蛛王的吗 你贴图可以不用蜘蛛王的吗 穿过这一道这个暗道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雕像的背面 这个背面写着字 让儿子来看一下我们去开箱子 哦 Durathro Durathro 这个是 世界树上面相传有四头鹿 以世界树的这个树叶为实 在上向下下跑 当然不是这个邪恶的 他只是正常的吃吃树叶而已 这四头鹿呢 这个代表的什么寓意 好像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说法 有的人认为是代表四季 然后有的人认为是代表不同的这个风 这边近来就是一个白地圣剑的敌人 哈哈 大吼一声 施为剑 这个敌人他的这个 虽然等级差不是很大 但是他那招下批的这个 是固定式红圈攻击 就是不能防御也不能弹反 就只能躲 然后刚才看到这面墙呢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看到那面墙的反面 我们现在绕到后面了 好 这里两个敌人呢 都是有这个 都是有这个白地圣剑 你看他手上都是冒着火 拿着剑 所以我们想想办法定墙 但是要小心后面这个敌人的 这个这个干扰 好 把他全定在这边墙了 OK 上面这个桶子好像刚才被误打误撞打下来了 我这边看了一下这个工艺好像这个定墙的已经完成了 那经验应该也拿到了 现在一万两千多经验 好这边好像走错了 上 刚想上去一想不对 好像刚才那个地方 还有个棺材没剪 就在这个木板后面 然后上一期啊 这个有一个东西没讲呢 就是因为我忙着讲这个血蜜酒的故事 我们这个之前聚垂陨落那个任务 不是拿到了这个 伏饼吗 好像模型碰撞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伏饼叫 谭安焦斯特 这个谭安焦斯特是谁呢 这些名字其实都是有不少 应该说大部分都是有典故有出处的 有小部分可能是制作组自己编的 大部分名字是有出处的 像这种道具 海姆达尔号角 夜围坛的波纹 这种都是有出处的 海姆达尔等会有时间我们再讲 这个 这里儿子第一次遇到了这个东西 某种灯笼 我彩虹桥也是有出处的 这边我们把链子放下 下次就可以直接从下面上来 然后左边还有个岔路有点前 我收集一下 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坦安焦斯特 坦安焦斯特其实是 这个萨尔 雷神萨尔的这个坐骑 他的这个 坐的是个车 然后这个车呢 是两头山羊 攻了山羊拉的 这个魔兽世界里面好像矮人族 是坐的 坐姿是山羊嘛 是吧 搜尔坐的这个也是羊车 小羊拉车 他的这两只羊呢 一个叫坦安焦斯特 一个叫坦安格里斯尼尔 好我们这边来到了一个中央的这样一个 类似矿区的地方 一看就是开发过的 他说不公平啊 为什么老父亲每次一拉就非常通畅的拉出来 我这一拉每次都出事 主角光环这也是 那么我们再去摸一下这个齿轮呢 这边就会刷一个敌人 同时呢也会打开一个条通路 那么我们把这个敌人杀了就可以过去了 还是要利用一下这个水晶 然后这样这种敌人 他过一会就会全身冒火 全身冒火的时候 他会冲过来用一个范围机特别疼 所以说他全身冒火的时候 我们用飞斧头打他一下 把他这个身上的火给灭了就好 同时灭火那一下还能伤到此他敌人 挺好的 我们这边小心两个远程还挺危险 我们还是退回来 退到死角 利用一下这个水晶 你看这个就是他身上冒火的时候 不要去碰他 哎呦 不要去碰他 像这种敌人 这个一斧头扔过去冻住了 还剩一点点血呢 就可以让儿子不见 这样就算是这个击碎 叫什么冰冻的敌人 爆炸型的亡灵战士 都是亡灵战士 但是呢实力在慢慢增强 这边让儿子过来看一下这个福温 我们呢去干别的搜刮 这边可以看到有个电梯 但是暂时锁住了去不了 然后后期我们可以用这个电梯去山顶 这边搜刮的话呢 照理还是快进 这边有一个这个密室 然后旁边有一个密道 里面有一点东西可以搜刮 继续说那个山羊的事 那个山羊呢 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讲 Saur有一次呢 和这个Loki一起去 不是旅游 应该是去巨人国渡这个猎杀剧 帮百姓们排忧劫难 这个时候呢 就遇到了 路上就寄宿在一个老农民家里 这边我们又看到蹦到了这个Brock 这边Brock应该第一次提到 就是他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后门 有自己的道路可以到处穿梭 自由来往 我们这边给儿子的公再生一件 生一级衣服买不了 然后这个伏饼呢 这个第二个更新的这个伏饼 这个修复的什么重饼 这个还可以 他每次使用跪走皮卡呢 有几率给你回血 当然还是没有我们之前拿的这个雷神的伏饼好 你要是没有做那个直线任务呢 可以换上这个伏饼 好儿子弓箭生了以后这个 呃 技能可以学一下 之前节目开始的时候好像说错了 我说的是弓箭吧 应该是升了一个箭带 箭带 上一次节目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因为版本更新出了个bug 我在商店里都看不见那个箭带的升级选项 然后现在最近又更新了一次版本 这个箭带又可以升了 这游戏 更新 老是更新版本 有时候也挺淡疼的 本来是修复一下这个bug的 但是 修了有老bug 又出新bug 然后很多打法也有产生区别什么的 这还挺麻烦的 刚才打了一个乌鸦 大家应该都看见了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乌鸦 然后这个文物的话 这一期也就两个可以收集 山上的符 这个文物是收不起的 好我们这边从洞里过来呢搜挂一下 这个刚才的这个这个这个事继续说 两人呢就寄宿在一个这个老虫故事家里 但是这个农民啊实在太穷了 穷的接不开锅 是字面意义上的接不开锅 然后呢 这个 而且Saur这个家伙他食量又大 一般的这个粗茶淡饭他也满足不了 所以说呢 Saur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把两只羊给杀了 哈哈 杀驴系的墨型 他把他这个给他拉车的那两只羊给杀了 杀了以后呢 就让那个农夫做成这个羊肉汤 烤羊肉烤全羊 然后一家人吃很开心 但是吃之前呢 这个Saur就说啊 吃羊肉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我有一个要求就是 把这个羊啊 骨头全部吃完以后 把这些 这边这个冒火的敌人 先把他打灭再加 打灭 打灭 打灭以后他会有个硬质 而这个光剑升到差不多顶了 音乐值非常高 配合我之前学的那个空手打音乐的技能 很多敌人就可以迎刃而解 这边要解一个谜 按错按错了 这里可以听到一点声音 是那边走到镜头有一个像松鼠地鼠一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用我们的这个斧头扔的扔不中 因为他速度太快了 你看见他就他就钻地 然后马上钻出来 钻出来然后你又又钻地 你连瞄准时间都没有 就是直接保证面对这个这个这个地鼠一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然后呢 让儿子直接射箭 运势好的话就直接击中了 儿子会自动锁定 你要是想瞄准再让儿子射 他老子早钻进去了 那个东西打死以后呢 会有一些好东西可以挤 然后这边有一个死掉的科多兽 我们让儿子过来 有一段特别逗逼的对话 好像是 老父亲教你怎么样把天理疗死 刚才还有一段对话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儿子说这山到底有多大 老父亲说就跟山那么大 老父亲其实可以不用说话 沉默还显得酷一点 你老说话像傻逼一样 说这些无意的话 好刚才我们看了一眼 那个地方是这个正确的道路 但是呢我们不要走 这边二层还可以搜刮一番 刚才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小洞 但是不要急着跳下去 我们先过来吧 人轻轻把这个链条放下去 这样再从洞下去的话 上来就会方便一些 哎呦 这个就是分心了 分心了 又想那个 转过去看去抓那个敌人 然后又想那个 对前面这个敌人使用一个魔法 结果呢 就一斧头定着柱子上 射墙上传说中 好吧 第三只熬丁之眼 那个乌鸦这一七 这一七就七了 然后把梯子放下去 再到这个山洞里来 那样的话呢 就会 路就顺一点 你看开门开完 就是直接链条可以上去 所以不要太急功近利 然后就说这个羊啊 说这个羊吃了以后 把这个骨头啊 全部包到那个羊皮里面 不要动那个骨头 但是呢 你们知道 只要跟着这个洛基呢 总是会出一些差的 洛基就很调皮 你知道吗 就皮 各种皮 他也不怕这个 这个搜尔 搜尔不发怒 还是不怕 发怒还是怕 他就这个 这个 女幼那个小儿子 农夫家有一儿一女 这俩人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出去工作 怎么会变成这个 明明儿女双全啊 怎么会落到这个 揭不开锅 这个他就引诱那个小儿子 说这个你去把那个这个羊啊 这个骨髓非常鲜 你吸口 而且还可以获得这个魔力 神力 然后呢 这个小儿子呢 就把这个 偷偷把这个羊骨折断了一个 把里面骨髓给吸了 吸了以后啊 第二天 这个搜尔醒过来 这个抱着羊骨头的这个羊皮 我们这边终于拿到了这个 腰甲 新的腰甲 三级的赶紧换上 这样我们综合等级就三级快到一半 然后把这个经验裁下 这一圈二楼三楼的东西就搜刮干净了 我们可以走 这个通路 正确的通路 主要是开一下门 要把里面那个 这个科多兽拉的这个货车给推出来 让我们借用这个货车去上山 然后呢 第二天早上 搜尔就把那个羊皮包着骨头的这两头羊啊 使用他的这个神锤 一锤下去啊 这个羊皮包着骨头就变成活羊了 这个不符合这个能量守恒的定律 明明被吃了还可以反复利用呢 肯定是有不可告人的这个修改器 不管如何嘛 神总是有一些不可解释的这个能力 比如说吃掉的羊又变回去了什么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发现一个羊 其中有一条 不知道是哪一条羊 这个走路有点跛脚 又瘸了 走一看就知道 肯定昨天有人干什么坏事了 然后就把那农夫那一家人抓起来 准备杀他们 准备杀他们 结果这个 一方面呢 是这个小儿子夏儿 夏儿斐 夏儿斐他这个赶紧承诺 承认错误 求饶 另一方面呢 这个Loki 因为也怕自己的这个罪行暴露 所以说也帮着求情 最后呢 Soar就意外的 网开一面 网开一面 没有啥那一家子 但是作为这个补偿呢 就让这个 农夫的儿子夏儿斐 和他的女儿 女儿叫罗斯科瓦 这两个人 就留在自己身边当普通 这个男孩子这个 夏儿斐呢 我们这边换一下这个魔法 换成外遇重击 轻攻击换成外遇重击 我们准备打boss 小boss有一个 又是这个山怪 小儿子夏儿斐呢 就跟了这个Saur 然后这个女儿 就跟着这个Saur的老婆西服 这里我们先出其不已 给他来一套 因为他踩脚呢 基本上都是右脚多 所以说我们跟着他左脚后面就好 该放的魔法都放了 然后用一下这个刷新技能 又可以再放 不过这边一个翻滚没躲好 等到boss掉到半血以下呢 就会刷杂兵了 儿子会提醒你 说这个杂兵刷出来 好这边神道三分之一血的时候呢 他会大吼一声 然后会出现无敌时间 这时候杂兵也上来了 所以说你要小心一点 刚才呢我这个外遇重击放早了 放早了他无敌的时间 没打到多少血 那么最后就只能爆气了 本来不用爆气 爆气以后 因为我们刚才是全满状态 满魔法满怒气 所以想怎么打怎么打 这个山怪根本就不堪一击 跟上一个山怪差不多 上一个在维瑟加德也是这么死 那么怒气还没用完嘛 就剩下的这个 这几个杂兵都聚一聚 用一下范围剂 之前我在说这个 第二集吧还是第七集 这个霍朗格尼尔的故事的时候 也提到过这个 沙尔的跟班夏尔斐 他把那个用 母马心脏做的那个尼锯给干死了 这个夏尔斐呢就是这个夏尔斐 他的这个仆人就是这么来的 就用一个羊腿的骨髓换来的 不过那老父亲 这个这个老农夫也是惨 这样一儿一女又都没了 当然这个跟着神魂日子 总是要过的这个跟他们 过这个接不开锅的日子要好了 这个老农夫心里应该还是欣慰的 虽然他们俩会过得更惨就是 那么这边这个 打完这个冰巨人 啊 获得了两样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这个 冰冻火焰可以让斧子再升一级 旁边就是商人 所以说我们赶紧去给这个斧子升一级 这个就是这个叫刀刃长河 一个重攻击 符温重攻击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在某些时候 替代这个双巨人的狂暴 因为这个双巨人这个技能啊 他是磕头 他一定要磕完的 所以说这个硬值非常长 如果打不出怪的硬值的话 或者怪老师在飞来飞去 那就比较麻烦 这个跟那个外语重击和烈维坦的波纹相配合使用 一样到这个双巨人的有时候来不及去 打不中 那么又可以换成这个刀刃长河 可以升一级 升一级的话变成三条刀 这边我还想回去看一下 刚才有一个这个固定的这个怒气 补怒气的石头 然后刚才记得在这儿这个打这个地鼠还掉了一个 但是好像刷掉了 所以就算了 那么剩下那些怒气没补完呢 我们可以靠这个护身符给补了 我们换成这个永恒狂怒 无能狂怒 上来怒一下 然后就回一段 然后让他冷却 这个冷却时间呢 跟商店买东西的时候 他是不会冷却的 其他时候好像基本都会冷却 放剧情也会冷却 所以还挺好 好这样我们把这个矿车推出来 然后把这个夹子放下来 把刚才那个大石头也搬开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上去了 把这个齿轮给动住 那么这一片区域的解谜 相当于就是解完了 我们把这个斧子一收 就坐电梯上去了 当然这是不可逆的 上去了 暂时可又下不来了 再下一次来的话 嗯 就是比较久以后的事 很好 是的 儿子总觉得好像是个flag高手 动不动就立各种flag 好 你看 劇情完了以後 這邊又可以再回一口 然後你看我們用完這個技能啊 過來看這段劇情 劇情完了又好 這個技能還好 這個這個護身符還挺好 這邊終於找到一個沒有壞的一個燈籠 待會 我覺得我懂得行為這個效果 看來 哇 老父亲看呆了 老父亲说 这玩意儿 没见过呀 这是什么原理 当然老父亲不太好意思问 接下来是不是该讲一讲 北欧神话里的智慧神孔明的故事 好 那么这个剧情过了以后 别忘记往往后走 有东西可以捡 顺便把这个护身符也冷却完了 把它换回来 在战斗中间间隙的时候 搜刮的时候 就可以换上这个护身符 给自己回点那个怒气 这个箱子里的钱还挺多了 一千多 现在开始这些箱子钱都多起来了 相当于到了游戏 这个中期了 应该算中期了 你们儿子可以钻狗洞 老父亲的话很明显 还是要靠操作的 这边有一个升起来的火焰台会旋转 小心点被被他喷到 然后躲在石柱后面 不要走太快 他前面还会刷敌 非常简 我们跟着这个火蛇走 千万不要被火蛇跟着我们走 虽然这两者看上去差不多 但是你们应该懂我意思 想扔我们 这个敌人扔的火球非常快 如果来不及扔斧头的话 可以先防一发再说 好 我们把这个摇瓣一转 这边的这个箱子就降下来 我们可以开下 这箱子里面是第三件 这样我们这一套装备就齐会 第三件就是肩甲 肩甲的话 胸甲 胸甲的话 不用说 又是这个居住装了 当然我们是不会换的 之前买那件胸甲 就是为了这个 装备长得丑不可原谅 装备长得丑是原罪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边有两块这个巨大的石头 推下去一块 这个电器会往上升一段 但是不会马上升到顶 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推另外一块 这个上到一个阶段 还有一点东西可以搜刮了 这个一个平台很容易漏掉 里面钱还不少 1600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1400 然后这边这个死掉的人 死法非常 非常诡异 好像在说猛男别过来 然后就死掉了 还被烤掉了 烤焦了 应该是被某个喷火的敌人 这边这个补怒气的石头 是一颗大石头 相当于可以把默认的这个怒气 直接回满 就那点那点长度可以直接回满 所以我们留着 以后战斗当中如果有用到的话 也可以用 这个电梯啊 它还不是直线上升 你可以仔细看它 它是左左右一直在歪歪斜斜 可能这个轨道也不是直的 不是垂直 好 这边一旦碰到山崖呢 就会刷敌人 我们站好位 准备好 那么掉下来以后 给他们一个烈尔维坦的波纹啊 直接吹下去一个 运气一般 这个烈尔维坦的波纹有一点不好呢 就是 就是他这个 用完这个魔法 要记得把这个斧子给收回来 那斧子就扔出去了 所以有时候你想这个绝招连放的时候 像刚才就会有那么一段这个硬直时间 相当于你还要把斧头收回来 才能放第二个魔法 大家要注意 有时候这个打的心急的时候就会来不及 就没意识到 然后就悲剧了 好 第二次又刷一波 这个第一个刷下来的是个火焰的 这个重甲兵 一定要小心 尽快解决他 我们站他后面 本来想撞他一下 好 晕了晕了以后呢 扛了他去撞其他敌人 一撞就出印度 把他扔下去 再把其他 那个被撞晕的也给撕了 这样一石二鸟 好 儿子补刀把他打下去了 哎呦 人偏了 丢人 哎呦 这个血量比较少 双刀都要小心 好 直接三个拳下去 猎尾坦的波纹真好用 扁JPG 这个猎尾坦的波纹有点像打台球 虽然我不会打台球 但是我还看过一些 就是一个白球过去 然后所有的这些球碰到以后 都会往四面八方散出去 然后你要准确计算这个 这个 哎呦 感觉老父亲 石头快拉出来 你要准确计算他的这个碰撞轨迹 他并不是 敌人并不是会顺着你扔的那个方向飞出去的 正面击中是会 但是有时候侧面碰到的话 他就会往边上飞出去 斜方向 这一集这个战斗密度非常大 这个就是刀刃长河 但是放的不太好 这个演示 只打中了一个点 这个晕了赶紧撕 既然没打下去就撕了 然后射箭加上这个 新学的这招这个盾牌撞 迅速把他打晕 好像没晕就死了 然后这个 有军一看就是有军是吧 我们警察在他背后打 哎呦呦呦 这个一开始没有站在背后 因为杀那个重甲有点慢 一开始没有站在背后就没有先机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暴气了 打鱼 如果一开始站在背后的话 在其他敌人刷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在背后不断使用那个 什么叫守护者的什么什么什么审判 看一下 就是用那个盾牌二连撞 是可以直接打晕的 我们赶紧把这个愤怒状态解除 这个这个巨人也没什么血了 先把楼上的灭了 马上收斧头的时候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野人 这个叫什么 石人魔 Ogre 给干死了 我们捡这个战利品 我这个人不会掉什么东西 无非是一些钱还有一些基础素材 好把这个留了很久的怒气汁给吃了 怒气汁都吃了 基本上要毁满了 石人魔 其实就是出前代的这个 经典的这个独眼巨人 只是要比以前小一点 又来了又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技能点数有很多了 然后换一下这个 魔法 还是换成这个 外域重击吧 外域重击 外域重击 吧 我们回家 那是吗 那是吗 既然是继续 现在 但我们会有很多要做 你正确了 前面 在船上 后继续 最后 你说 似乎好像有什么 改变 而且它有 而且 家里不是更安全 但它会再次 再次 我们必须继续 你的交易 好的 儿子还是别说话 还是别说话 FLAG LEAD 这边的话 主要就是帮他修指甲 但是要注意节奏 他经常会过来咬一下 咬完以后 你往前测滑一步 然后再用这柜子的P感 距离就差不多了 来不及的话就不要太贪 这龙刚要喷 呵呵 被这个吊车给撞回去了 就好像你卡了一口痰 刚要吐出来 就被人撞了你一下 咽下去 呵呵 肯定是有点懵逼 好吧 那个龙呢 暂时走了 但是这个留下来的这些电 引燃了这个树脂 其实是一种提示 意思就是这个 这种红色的树脂水晶 是会被电给引爆 哎 还扔过头了 那么准 我都没瞄 直接就穿洞进去了 老父亲老父亲说小祖宗你还少说两句 哈哈哈 FLAG之力 实在太强大了 感觉像是有个人在叫 鼻子 鼻子 它是Syndry 你能殺到一個這麼大嗎 如果我們可以抓到平衡 我可以拒絕他 你做什麼 我們必須幫助他 你必須正確 找一個位置 等到我的目標 謝謝 父親一看這個龍這麼小 決定讓兒子試一試 一般是不放心的 從旅程開始到現在 可以看到父親對兒子的態度已經轉變了不少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兒子跟Syndry躲在石頭下面 偶爾出來射一下 然後一會兒要躲回去 老父親看了五分鐘 對兒子的身手非常滿意 於是決定自己出擊 直接跳到龍背上一個爆頭 結果沒想到這個龍頭鐵 打上去 第一回合吃逼 然後這個龍想做這個肺活量的檢查 但是我們知道做肺活量檢查之前呢 也要先去做口腔檢查 所以我們要幫他做下這個口腔檢查 非常日常的 非常日常的口腔檢查 刮刮刮蛇台什麼呢 翅膀還沒長齊 都退化了還是 上來呢 可以看到旁邊就有樹脂 一看到有樹脂就知道這個龍膜是到了 接下來就要用這個樹脂去炸他 這個樹脂拿在手上是不會炸的 但是被雷劈到是會炸的 再來吐之前啊 做好提前量 炸兩下他就會倒了 倒下來那一下 雖然有這個出硬直的判定 但是不會傷你血 所以不要靠太近就好 龍只要一抬頭呢 就趕緊防禦 他的招式可以大部分可以防禦 有一些是不能防 好這樣就算是一個回合了 一共四個回合 我們站在樹脂邊上 隨時準備 然後第二階段上來呢 他會放這個兩手砸地的這個衝擊 先防一波 然後接下來看 單手的這個是不能防的 但是你要是站位靠邊一點的 就沒什麼問題 然後收回去那一下也是工具判定的 所以不要太貪 緊張等他放這個雙爪砸地的那一招 再上去打 好等到這個龍大吼一聲呢 就說明他又要放邊了 提前扔這個水晶 然後注意站位 等這個閃電效果消失以後 再跑過來 不要著急扔 好又倒了 這個其實打掉多少血不是很重要 我感覺 基本上你就隨便砍砍 也可以 這個讓這個龍進入下一階段 主要的這個傷害是那個水晶炸出來的 最後反正又是劇情傻 都是套了 可以看到這個放符文攻擊他的這個傷害也一般般 好 緊張躲在他的手的側面 要特別小心他的這個單手的這個牌子 好 看他這個手被打退縮了 那就說明要噴電了 好千鈞一把還是達到了 這剛才那個樹枝被擋住了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 等著 第三階段結束呢 就有一段小劇情 龍心裡想一下 我怎麼會開始跟這個人打了 我剛打一樣要吃那個人 不忘初心 繼續前進 這個 打這個有點打鍋 但是咬那個又咬不到 這龍也是很尷尬 這個第三階段他收爪會快很多 但是會多一招這個亂拍 但是這個亂拍呢 下一個亂拍是可以完全防禦的 根本就不用擔心 然後再次等他這個雙腳 拍定那一招上去輸出 打到一下算一下 又來了 這個亂拍基本上可以用一招櫃子手的劈開 好 又可以扔了 反覆循環就可以了 大家要好好珍惜這場BOSS戰 這是新戰神可以劇透一下 這是新戰神唯一一場BOSS戰 其他BOSS戰也可以算是BOSS戰 但是不能算是戰神的BOSS戰 剛才那方好像被扔空了 我們再來一次 他往天上土墊呢 天上就會落雷 這個還挺好躲的 往地面噴呢 像這種 你就不要走到他那滾機上就行 也挺好躲的 基本上都沒什麼難度 好 然後再打兩下就會看到有R2提示 標準的QTE殺BOSS 我不順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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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我们这个雷龙就杀掉了 就在那么一小会儿时间 Sindry居然把电都开好了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 什么这些 braided mistletoe arrows straighter than heimdall and perfectly weighted oh thanks oh okay hold on uh oh not that um have you seen my brother again yeah he said you lost your talent oh and that i'm selfish no i'm sure that i value a weapon's look no over its purpose that i'm pretentious no and i'm tight fossi i know what he thinks but he can't hurt me and he ah 没想到矮人的这个四次元的袋子还挺厉害的 中国远大洋彼岸的中国武器都拿出来了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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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a better idea what i just need a tooth from that dragon Sindry提示我们这个打完猎要摸尸体要挖一下 好 那么我们就上去挖一下 雷龙 雷龙打完了有个奖杯 这样子就获得了这个雷龙的瑞牙 非常重要的素材 oh the smell perfect that should do oh yeah i am not touching that just hold it out now run that along the string of your son's bow just humor me atrice you bow two passes should do it ah gently now 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获得了儿子的第二种 电击剑 之前是光之剑 现在是 雷之剑 um how do i explain this i've added a new vibrating pattern to the bowstrings fiber aiming it at that hardened world tree sap will vibrate its pattern to fracture what's that mean it make certain crystals go boom trust me oh i see figure it out on your own then just never mind i wasn't just explaining the beautiful and complex artistry of my craft or anything no just anything to help you yup 按上键呢就可以切换这两种剑 那这个相比光之剑是打暈眩比较好 电之剑呢雷之剑呢就是打输出和麻痹比较好一点 mind expanding now and then i need new inspiration 这里可以开始买 可以买这个高级复活石 he's stuck in his way so our work 爪工什么剑筒都还升不了 其实这时候升上东西卖一买是可以升这个剑筒 升级剑筒的最后一集可以让儿子多带一支剑 当然需要钱也比较多 非常坑 ok until next time 教育的这个经费果然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多的 see that you take special care near the peak i'm pretty sure Odin is protecting something up there and you don't want to get on the acer's bad side who has 山顶上有什么呢 我们要下回分解了 那么我们现在经验之前都攒着没用 就是为了这个开通 开出这个雷之剑以后 就可以直接把这些雷之剑能用的技能全部升到顶 这样儿子基本上已经接近完全形态了 非常厉害 说儿子比老父亲厉害 主要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各种属性先成型 好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